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立项做原神的嘛 那时候的米哈游还比较小 所以我们先回想起来看 我觉得如果后来知道做原神有这么难 可能我们当时就没有勇气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们做原神的时候 因为原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团队 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充满着勇气和热爱 所以我们就一直开始做了 然后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其实真的挺难的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引擎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大世界 所以也这样就是非常非常艰难嘛 后来把蒙德成做出来了 所以2019年的时候 就把蒙德成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挺自豪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团队 然后做了手机上帖款开放世界嘛 但是2019年我们做CBE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CBE放出去 CBE的trailer放出去 我们其实挺自豪的 也挺充满期待 觉得做得挺不错的 但其实CBE的trailer放出去之后 不能说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吧 简直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段时间CBE放出去之后 其实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嘛 因为大家只看到CBE的trailer 对原生很不理解 也出现了对我们整个米哈游啊 包括对我们原生团队的这个不理解吧 甚至有一些很大的误解嘛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做一个年轻的团队 其实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那段时间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同事都会 就都会哭着跟我说 大伟哥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 所以可能也无耻者无畏吧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证明自己 我们要把大家没有看到的那个部分做出来 所以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就开始闭关开始去做礼乐 到2020年两月份礼乐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看到了后来的原生里面的礼乐 大家就开始更加理解 我们确实在做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吧 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 整个2019年的下半年 其实让我们整个原生的团队成长了特别特别多 所以这一路走过来 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 在现场和不在现场的各位旅行者 尤其是在2019年就陪伴我们的旅行者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 其实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以今天在这里见到各位旅行者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要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一路同行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直走下去 谢谢大家